欢迎收听本年度神中课 预见365位圣经明日 6月3日 护立大是燕鼠的意思 护立大是沙龙的妻子 沙龙负责管理王的服饰 护立大就在约西亚皇统治期间担任先知 在圣经时代通常是由男性主导 就连宗教领域也不例外 但有时我们会注意到上帝会刻意改变作风 就好像挑选底波拉这个类型的女性担任女士师 后来也兴起了女先知亚拿 而今天的焦点来到护立大身上 他之所以大声疾呼 是因为他确信上帝希望使用他作为沟通的管道 从后来的事迹看回 他所担任的角色也都获得了认可 大祭司希勒家重新发现了重要的律法书 这个重大的发现可能是生命记的其中一个部分 当他交给国王的同事 护立大接受邀请向国王提供奸言 这个邀请可以说是非常出人意外的 因为护立大和先知耶利米都是同一时代的人 但是受到呼召来朝经国王的 却是护立大而不是耶利米 相信没有人可以否认 在古代社会里面 妇女通常担任副手 无论是当时整个社会 又或者是宗教的领域 都是这样觉得 无奈的是 即使到了今天 我们仍然听到有人坚称上帝 不希望女性在教会中担任 和男性相同的职份 有人会认为 这个是来自圣经的明确信息 的而且确 圣经时代的社会 是一个由男性主导的社会 但与此同时 也都有一些神圣的女性充当了榜样 主选择耶利米 护立大同为她的先知 而且从上面的事迹看回 有阵时 人会比较愿意傾听 好像护立大这种女性所说的说话 在这一刻 让我们一同为这个状况祷告 亲爱的主 感谢你 因为你不分性别 愿意呼召男性和女性 作为你的代言人 奉主名求 阿门 想对今天主题信息有多点了解 可以延伸阅读 《猎王记下》第22章 和历代之下34章14-28节的经文 今天我们遇见了这位圣经名人 明天让我们同样时间再遇见另外一位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